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黑衣侦探临近过年 看来老米的策划也非常想急着放假 这波一股脑袋是把3.4版本的所有内容全都发了出来 先来看下半角色池为夜兰胡桃 配跑四星为北斗宁光行秋 武器池为弱水护魔之杖 配跑四星为千眼古剑西风剑 侠里灭尘西风秘点以及工藏 先来看角色池胡桃胡堂主 是目前原神里为数不多的火系战场主C 特点是生命值转攻击加重击独立附着 以及残血增伤 配合队里的挂水工具人 基本每次都能打出高额的蒸发伤害 零命伤害完整 一命机制完整 只开翼重击不消耗体力 至于剩下的命座 老黑就不建议大家强抽了 夜兰人送外号夜天后 是目前原神中最热门的辅助增伤角色 至于他的特点 那真的是太多了 极高的技能倍率 加前台角色增伤 以及脱手协同大招 大人界跑图还非常丝滑 零命机制就很完整 后续其余命座的强度也都不差 老黑建议原石钱包比较充裕的老哥 一定要把夜天后拿下 顺带说一句 老米这波还修复了指甲的bug 为卖老角色也是挺贫的 然后是行秋 水系辅助二姐 从翻用性上看 那是真的高 以至于在深渊大部分热门配队中 你都能找到这位二少爷的身影 核心立作在于二六命 由于说一眼满命的行秋 那是真的丝滑 大家谁用谁知道 宁光老米前期设计的岩系主C 这时还不用考虑那脑溢血的防御力转攻击机制 在剧情中的戏份也很多 皮肤也有令人惊艳的碗里浮一套 但毕竟是1.0版本的老角色了 数值机制方面 说实话 真的是有点跟不上 然后是他的好友北斗 随着新草戏反应的上限 这个老角色也是焕发出了第二纯打击化的效果 真的很不错 但对于老玩家来说 就不怎么友好了 就以老黑举例 平生就跟新叶北斗有缘 甚至在其他角色up持或普持中 都能频繁的见到这两位的身影 哎 不说了 都是累 护魔之杖 这是一把泛用性较高 且四条较为均衡的五星武器 不少长枪角色都能用 例如钟离 胡桃 瑶瑶 堪称万金油 大家抽一个入手 绝对不亏 弱水也是把通用性较高的五星武器 例如夜兰 达达利亚 提纳里 都能拿来用 毕竟原神的攻系角色嘛 大家都懂得 就没几个是正儿八经打远程的 基本都是贴脸变装爆发 或技能输出流 所以武器特效 基本都能吃得到 也就重击流干雨有些例外 至于陪跑的四星武器 强度方面也都不差 千言古剑 黎月限定转武 特效全吃满的话 那是真的强 西风剑 弹入剑辅助角色 唯一指定武器 侠里灭神 胡桃的下位替代武器 攻藏 普攻特化流武器 可能也就西风密碟 有点拉垮 所以总而言之 3.4下半卡池 真的是香得很 不管是萌新 还是老玩家 老黑均建议下池开牢 优先度如下 零命夜兰 大于一命胡桃 等于一命夜兰 武器池的话 有条件的老哥 也可以适当抽取 反正老黑这把 是肯定要缩哈下武器池的 对于护膜 以及弱水 那是志在必得 各位老哥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欢迎一起来讨论哈 那好的 视频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大佬 点赞三连 咱们有缘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